来办的一声哨响 加实赛的上半场开始了 是啊 双方重振精神 咬牙继续 这个球啊 看看会怎么处理 这突破过去就是个机会啊 一对一单挑 谁说门将就一定是烈士 他这次就是很明显的优势嘛 他的反应速度站位真的漂亮 角球奔着进区去了 门将轻松解围啊 角球过顶 事业非常开阔啊 射门被堵住了 这个角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取得领先的机会啊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飞向了球门前 方式队员尝试将球解围出去 可是没有成功 幸好幸好有门将在啊 幸好有门将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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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局的局面让他们更有耐心了 平局的局面让他们更有耐心了 领先的机会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比方被改写成了5比4 杀到了对方半场 扳平比分的好机会 文将再次成为了球队的英雄 他这个反应速度太快了 张欣 一次成功的打身后 这总该有了吧 这次扑就不错 他们要调整上场比赛的球员 球直奔进区去了 有没有机会呢 驾驶赛只剩15分钟了 双方稍时休息 马上开始下半场 驾驶赛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 他们还有体力继续比赛吗 进区内迅速阐球结尾 现场抢断了 能利用这次机会吗 球迷都在大喊 打门啊 这球有了 双方回到了平局 比赛的悬念继续 比赛居然打到了5比5 边路一片开阔地 刚才还觉得他们的进攻很有机会 但比赛场上真是变化万千 形势瞬息万变 这个动作有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则曼根据进攻有力原则 示意比赛继续 时间不多了 他们能在哨声响起之前 打破平局绝杀比赛吗 王珊珊 又进了 他们向着冠军奖杯 又迈进了一步 哦 刘敏对手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漂亮的拦截 王珊珊 好机会能锁定胜局吗 固定的质量很不错 球出界了 这是个球门球 第四官员举牌十一啊 不十一分钟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 全场比赛结束了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冠军已经诞生了 这是一次荡气回肠的征程啊 他们战胜了所有的对手 拿下了最后的冠军 现在我们还能回忆起 一路的坎坷与挫折 都没有打倒他们 历历在目的故事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 opin States 准备 团队 ün 文 看看